接著我們準備要進入所謂的感應起電 在進入之前要先教一件事叫做靜電感應 但是在正式教之前要告訴你 未來要教的所謂的靜電感應、感應起電、接觸起電 以及一些題目的基本解決方式 記住4件事 了解這4件事 用這4件事去判斷 1.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這個前面交過了 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2.真正會移動的是電子 真正會移動的是電子 正電是不會動的 真正會動的是電子 3.接地 那我會教什麼叫接地 接地的時候沒人疼、沒人愛 沒有被吸引的會消失不見 不被吸引的會消失不見 4.導體電荷會均勻分布 導體的電荷會均勻分布 我們當委要教的內容 你的理解就是靠這4件事情去理解 去幫助你判斷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真正會移動的是自由電子 接地的時候不被吸引的會消失不見 導體的電荷會均勻分布 導體電荷會均勻分布 這就是我們要判斷事情 OK 了解之後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要教的靜電感應 靜電感應就是 當一個帶電體靠近一個導體的時候 導體的時候會因為靜電力的關係 使得兩端會有帶電的現象 這個叫做所謂的靜電感應 我們的課本會說哪一個導體靠近一個 什麼東西、一個球啊 以前寫個什麼通草球啊 現在你們不知道什麼叫通草 會找個保育龍球 可是保育龍球不是導體 是要塗一層石墨 課本說要靠一個金屬球 可是金屬球可能太重 可能看不出來它在動的樣子 OK 所以會有通草球或者是保育龍球 但是要塗上一層石墨 它可以導電 然後呢 當我靠過來的時候 靠過來的時候 就會近端生異性電 遠端生同性電 同時發生而且電量相同 這個原因是因為 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靠過來的時候 同性相似異性相吸 所以異性電在靠近的地方 同性電在遠離的地方 近端生異性電 遠端生同性電 這個是因為同性電相吸 異性電相吸的關係 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一件事情 然後這時候 你會有帶電 一邊正一邊負 是因為它的電量分布不平均 有邊正多一點 有邊負多一點 所以電量分布不平均的關係 所造成的現象 然後呢 你如果靠得越近 力量越強 產生的電就會越多 但是 如果你 拿走了 它又不帶電 移走了 又不帶電 因為沒有人吸著我 我就回到原來的狀況 像這樣子 有個帶電體靠過來 因為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吸的關係 所以近端會生異性電 遠端會生同性電 這時候有帶電是因為 電量分布不平均 一邊正多一邊負多 所以感覺有一邊帶正 有一邊帶負 這個是因為有個東西在吸引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東西拿走了 它又回到跟原來一樣 不帶電 會不會一樣 不帶電 這就是靜電感應的事情 然後後面要交的感應起電 靜電感應 所以你要曉得靜電感應 所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的靜電感應